你们想体验浓浓的法式浪漫吗 一碗奶油蘑菇汤或许就可以满足了 口馍的根地会有很多泥沙 在处理的时候要记得去掉哦 把切菜一起倒进锅里炒至熟透 另起锅,黄油融化后加入面粉炒至干黄 再放上清水,烤至浓稠 然后加入之前炒好的配菜 翻炒均匀后再加入淡奶油,煮至沸腾 撒上调味料就可以倒进烤碗里了 手扎饼上刷满蛋液,送进烤箱 180度烤20分钟 酥皮在奶油的公式下变得软烂 Q弹的虾仁和鲜美的口馍久久地停在唇齿间 让人忍不住细细地回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鲜美的口馍久久地停在绿烤箱里